好 大家好 这里是最少的卡比同学 这一期视频呢 他喵了个咪的 我们带来的是 2019年6月7号的普雷尼怪物机制解说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稿 好 来看看我们的第一张图 斯雷克坤防御战 但是里面的怪物 他喵的和主角圈又不一样了 每次都会有不同的boss给我们调教 今天的boss呢 是七色鹿 七色鹿 净土无敌 释放分身 我们一共要打七次他的分身 他才会破防 每干掉一次他的分身以后呢 他就会掉落一根黑色的羽毛 这个黑色的羽毛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请听我等一下细细的讲解 七色鹿的普通攻击非常简单 天上会不停的掉落闪电来干扰我们 闪电的伤害非常的高 而且会造成硬直 所以一定要注意躲避 稍微走一下位就能够躲开他闪电 好的 干掉他的七个分身之后呢 黑色的羽毛就会变成七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走位了 好 七种羽毛分别对应红橙 黄 绿 蓝 定 紫 也就是彩虹的七种颜色 我们要按照红橙 黄 绿 蓝 定 紫的顺序一路吃下去 或者数羽毛上方的三角形 从第一根吃到第七根 把所有羽毛全部都给吃掉以后呢 才会顺利的破防 所以说呢 之前在击杀纷纷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注意黑色羽毛的掉落排列位置 不能让黑色羽毛太聚集在一起 否则后期会影响走位 只要吃错一根女毛 或者下方的进度条到满格 那么就破防失败 全体趋势 破防时间呢 大概是20秒 到20秒 我们可以中除他 忍无定他 干掉七色鹿之后 好 来到我们的第二张图 寂静魔塔 这张图就有点意思了 诶 净土之后 所有人变成羊 把羊座召唤狼可是抓我们 当我们变成羊之后 所有玩家获得两个技能 A技能是撞击 B技能是加速 说白了就是用来跑路的 大部分人应该都打过黑色火山 这张图的机制和安图恩黑色火山的机制 非常的相似 当白羊坐在身上有保护罩的时候 他喵了个蜜塔是绝对无敌状态的 但是保护罩有的时候会相似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A技能去撞他 保护罩一共是2500关血 一个人撞一下掉300关左右的血 但是这个时候全队都是可以撞他的 全队一共要撞八次才能做 像我这样撞他就可以了 撞一次大概掉300关血 好的 让我们来到第三张图 星光圣地 这个地方的第二张图 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堆闲女小怪 把这些小怪全部都给干掉 然后加个远古记忆智商高才好办事 这张图呢 他瞄的我可以说是普雷尼中最简单的一个副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机制是真的很简单 净土后场地上有很多个星星 我们找到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 一顿莽夫处出就完事了 一共干掉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三次后呢 彻底破包 旁边的基金会干扰你 但是伤害不高 问题不大 你他瞄了 千万别告诉我 你找不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如果你找不到 我建议你去玩一个强力无比的二秀炉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解说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还有没有解说到怪物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任意讲解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妨点个三连加关注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